接下來就是要修改 那修改怎麼修改 特別注意哦 我們Demo一下 其實它的動作就是類似這樣 就是當我選了其中一筆對不對 然後呢這一筆字要點擊的會放上去 這個按鈕要你能夠怎麼樣 就是可以按下去 那我這個時候可以怎麼樣 去做修改的動作 這個時候的話呢 一樣上面的Button 就是我當我把這邊後面的刪掉 刪掉之後的話呢 按一個update 這個時候update的時候呢 會把什麼呢 會把我剛剛 因為我剛剛不是有記了一個這個index 這個index就是底線ID的那個值 那點擊它是0對不對 它會記下來 記下來之後的話呢 按下update會怎麼樣呢 首先update按下去 它會把這一筆更新的有沒有 而且把這個able set把它改成false嘛 所以它做哪些事 我們來主筆來看 來看一下Button2的這個 有沒有 Button2也是一樣 Unclick事件 然後呢 Unclick方法 實作 如果呢 特別注意喔 我判斷什麼呢 如果ID不等於-1 有沒有發現 前面預設指ID是-1 -1也就是說呢 它完全沒有更改過裡面的值的話 有沒有連點擊都沒有 那當然你不可能不可以去更改 更改一定就錯了 另外的話呢 這個adtest裡面的值怎麼樣 不等於空字錯 如果是空的話 那就也不行 不過理論上 如果他這個人要把裡面的資料清空 當然也不合理啦 因為update的用意不是說要把你清空 不然就把它刪掉就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會有兩個判斷 一個判斷是完全沒點擊 沒有點擊 預設值一定是-1 第二個是裡面是空的 如果說這兩個狀況都沒有發生的話 那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去執行這個update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我是寫在下面 寫在下面 我會傳幾個東西給他 第一個傳什麼呢 底線ID 這個底線ID是什麼呢 所以剛剛有同學想試有沒有 想要把 就是當我們leasterview不是會傳一個 有沒有底線ID的時候 這個把它mark掉 如果你把它怎麼註解掉的話 他沒有傳 那沒有傳過來的話 那他怎麼知道哪一筆 所以特別之后 我沒有知道哪一筆 這個地方update一定要傳給他 那因為我剛剛點的是第一筆 所以是0 有沒有 所以這個數字0的話 另外update成什麼 有沒有後面會抓到對不對 抓到裡面的值 然後一起傳給什麼update 好那update這個方法 丟下來就在這個方法 update裡面就抓到兩個 一個是ID ID就是他的這個位置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他的這個什麼呢 要更新的有沒有這個資料 那再來的話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在database裡面有一個update的 一個這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裡面呢 要跟你要幾個資料呢 哦跟你要很多哦 四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table name一樣嘛 跟剛剛那個insert一樣 那第二個是content value content value也是一樣 所以第二個你要組一個content value給他哦 就是你要update的資料 第三個是會哦 有沒有就是一個stream的一個自串有沒有 是自串哦 是一個stream哦 那第三個是什麼 一個stream的陣列 特別注意是要給一個陣列哦 你不能給別的東西 一定要給陣列 那這四個東西我要先準備好 然後呢再update 有沒有 所以第一個 我的content value準備一下 content value部分的話 在這裡 所以我就設一個content value 有沒有 new content value 然後裡面的話呢 因為我要update的是第二個欄位 所以我就put什麼呢 在裡面放一告訴他說 哦我要在底線test1這個欄位裡面 幫我更新成這個資料 OK 第一個沒有問題哦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update裡面需要告訴他會有 那會有裡面的會有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要告訴他什麼呢 會有就是一個哪個哪個欄位 因為我要一個什麼index 也就是說呢 我們要從哪個地方去找到那個 我們的算是key 這個key的部分我們是在第一欄 就是那個id的部分 所以我們第一欄是什麼 底線id 那這邊會有特別注意哦 會有一個萬用致源的用法 就是固定的用法 後面要加什麼 加上等於問號 這個等於問號就是去查 查什麼呢 根據什麼 這個問號裡面的值 那這個問號裡面的值怎麼抓到 那這個問號裡面的值怎麼抓到 就是從什麼呢 從這邊 因為第四個參數是一個自串陣列對不對 那這個自串陣列就fail value 那這個fail value的話呢 特別注意是根據這個id 根據這個id 那這個id部分的話呢 那這個id部分的話呢 我們也是 剛剛傳進來的是0 所以我們可以根據什麼呢 根據這個值去把裡面的資料做更新 所以分別把什麼呢 這個cv跟stream 哪一個這個stream指的是哪一個欄位的哪一個資料 然後後面的話 會有這個fail value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哪一筆紀錄 哪一筆紀錄 那我們哪一筆紀錄之後的話呢 分別把這三個資料通通都給update 然後呢 他就可以幫我們把裡面的資料做update的動作 OK 然後最後的話 update完之後 我要重新再把資料再叫回來的話 那可以用什麼 用cursor裡面的requery 再把資料重新再讀回來 就完成了 特別注意 那順便講一下delete delete其實跟update很類似 只是差別怎麼樣 差別他沒有content value 有沒有發現 下面順便講一下就是 delete的話 他只要跟你要什麼 一個table 一個whale 一個whale 然後 所以 其實如果說你update做完之後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複製貼過來 其實 假設你會有做完之後有沒有 那如果說你要完成update delete的話 其實可以把它貼上 然後呢 把content value部分刪掉 其實就可以完成delete了 其實delete有沒有 再來怎麼樣 把content value delete掉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把update改成什麼 改成delete 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就完成 其實所以你會發現那個delete的話 其實跟update差別就是在那個 delete打錯了 好 差別只是在什麼 差別是在那個 就是 一個content value部分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好了 一個update 一個delete 畫面先還給各位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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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